歡迎收看新臺派上線 今晚節目沒有極限 因為山土額颱風即將襲台 所以今天本集節目 為了第一時間掌握颱風的動態 我們改採Live播出 現在山土額颱風非常非常的詭異 它的路徑其實幾乎是從南邊走到了北邊 過去我們看到的颱風 大多數是從東邊往西邊走 東邊往西邊走的過程中 因為台灣中間有一個中央山脈 我們都叫它護國神山 所以固然颱風會造成 整個台灣東半部非常非常嚴重的災害 可是西半部多半風雨有限 可是這次山土額颱風的路徑 非常非常詭異 它很有可能由南往北邊走 這叫什麼呢 叫做西部大眾走 所謂過往的護國神山 原本要把我們守衛住西台灣的 可能就會變成一個迎風面 所有逆時中的雨氣 全部灌在我們的西台灣 這個路徑跟一九七七年的曬洛馬颱風 無比的類似 當時一九七七年的曬洛馬颱風 也是由南到北往這邊走 也是所謂的西部大眾走 當時造成三十七人死亡 兩百九十八人受傷 十二人失蹤 所以對於山土額颱風來說 我們密切注意 我要呼籲所有在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以及你們還在外面 訂KTV包廂朋友 趕快叫他們回來 為什麼 因為根據十二小時定量降雨預報 可以看到今天到隔天 也就是明天早上八點 或許整個北台灣的雨勢 還在可控範圍之內 可是南台灣是一片止暴 所以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第一手在墾丁外面的狀況 墾丁過去墾丁大街是非常非常熱鬧的 可是此時此刻的墾丁大街 宛如一個空城 因為都在做所謂的防胎準備 甚至我們看到台東的金峰鄉 台東的金峰鄉其實靠海邊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的 早上的畫面是什麼呢 他們在做所謂消波塊的搬運 這個消波塊為了要幹嘛呢 水已經幾乎要蔓延到道路了 所以要靠這個消波塊可以希望 至少可以能夠多擋一些雨量 算是一些雨量 而且如果你有朋友 在今晚或者明晚要開車出去的話 一定要千萬小心 台東太馬里台九線四百零一點七K 我們看到今天早上畫面 是有邊坡有大量的落石滑落 甚至有所謂的貨車撞到落石 而這個落石呢 目前我們得到訊息還在持續 有落石的發生 所以如果你在今晚 明天 甚至明天晚上要出門 一定要務必要小心 小心 再小心 甚至呢 在藍雨的環島公路上 我們給大家看 這個雨的聲音有多大 這個環島公路的導播 我們把聲音推出來 其實是一臺汽車 這要往前開 可是開到一半的時候 卻看到了浪不斷的湧現 而且不只不斷湧現 在車幾乎要被海浪所淹沒 所以他不斷的倒車 不斷倒車 最後當然了 不幸中的大幸 他是逃過了一劫 可是在裡面有一個海洋 叫什麼 八倍多級的礦砂貨輪 在行經燃雨外海的時候 竟然發生擱淺 這個就是所謂的外籍的礦砂貨輪 我們可以看到有直升機 因為這個貨輪上面 有十六位的 十九位的船員 擱淺在這個貨輪上面 這個貨輪行經燃雨外海的時候 因為撞到礁石而擱淺 所以我們的交戰大隊 也盡可能的趕緊派直升機 把所有貨輪上面的外籍船員 十九名全部安全獲救 可導播我們看下個畫面 這個是近拍貨輪的狀況 你可以看到這個貨輪 在大海中的飄搖畫面 是非常非常的驚險的 所以今天剛剛今天所有的畫面 只是從今天下午到晚上的狀況 而明天的風勢 明天的雨勢 會更加的強烈 所以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氣象老大 給大家做出最即時的氣象預報 好的 我們從潛似預測圖 可以觀察到山卓爾颱風 它未來主要是偏北 然後再轉北北東來前進 預計在明天晚上到後天的清晨 會在台灣的西南部這一帶來登陸 登陸之後 就是繼續地往北北東這個方向來前進 然後出海 由於它現在是一個強烈颱風 在登陸的時候 很可能已經降為中度颱風了 登陸在台灣陸地上的大部分時間 是一個輕度颱風 所以對於這樣子颱風 它所帶來的強風跟蠔雨 尤其在登陸的那一瞬間 還是中度颱風 是會有破壞性的 所以對於登陸的問題 要特別地注意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颱風的未來路徑 其實還是有一些不確定性存在 因為從歐洲的電腦模擬 可以看出來 它這五十次的模擬 是非常的分散 平均起來的話 雖然說是跟這一個氣象署 所預報的這一個路徑類似 不過它是從這個西北部出來 那美國模式的話 就差得更多了 它這個每一個模擬都非常的分散 平均起來的話 是往南海來回轉的 所以這一個颱風的未來路徑 一定要特別地注意 那這一個颱風 目前因為跟地形中間的交互作用 這個比較深厚的這個雲層 已經不再對稱了 這個就是代表它有減弱的趨勢 我們來看一下 在未來的這一個降雨 以目前的這個路徑來預估 還是以整個東半部的雨是最多的 尤其是在台東這一帶 另外就是在南部 因為颱風的暴風圈不斷地靠近 它的雨勢也會逐漸增加 尤其是在登陸點附近 還會有一些短時的強降雨 一定要特別地注意 那在後天的話 由於在颱風在陸地上 已經減弱為輕度颱風 所以雨勢就大幅地減小 而且到了下半天以後 大概只剩下北部 還在受颱風的影響 所以在北部的雨會停得比較晚一點 至於這一個風力的預估 這個雨量的預估 還是以山區的一千三百毫米 是最多的 很容易造成貪荒落實土石流 所以一定要特別的戒備 那至於這個 達到這個停班停課標準的地區 大概就是臺中以南 以及三個外島都有達到這個標準 不過是不是會宣布停班停課 還是得看各縣市政府的決定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 好 非常謝謝七長老大分析 剛剛七長老大特別有講到 達到停班停課的標準 只有臺中以南 對不對 原本今天晚上八點多的時候 大家都很期待 或是大家都在等待 到底北北基以及陶竹苗要不要放假 結果沒想到謝國良率先一馬當先說 基隆先放假 基隆放假之後 新北市也宣布放假 基隆跟新北都放假 臺北市不得不放假 北北基都放假之後 陶竹苗摸摸鼻子 基隆先講放假 就不容易罷免掉 對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你講的 我認為謝國良的放假是秉持著 你科學理性物質的氣象數據說放假 那就很奇怪 明明北北基說好要一起放假 可是謝國良先說放假 新北只好放假 臺北就跟著放假 結果北北基放假 陶竹苗不得不放假 所以明天全台灣都放假 但是我還要講一次 這個放假不是給你們去唱歌的 不是給你們去看電影的 是做好防臺準備的 好不好 講完颱風 我們還是要回到大家最關心的什麼 就是柯文哲的進度對不對 今天是禮拜二 鏡中刊果然又不負大家眾望 又推出重磅的獨家 鏡中刊重磅的獨家是什麼呢 他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審慶金 假獻金 真刑慧手法遭破戒 六個被告認罪成為關鍵 原本我們以為在整個精華塵案 只有朱雅虎一個人 朱雅虎一個人 認罪希望可以轉成污點證人 可是沒想到前鏡中刊的獨家 開宗民意就講 除了朱雅虎之外 還有五名人頭眼見 無法抵罪 均坦誠犯刑 這五名認罪的人是誰呢 請我們請製作單位的小編整理一下 這五個人呼之欲出 因為我們都知道 包含威金集團法務助理 陳俊元 金華主任的監察員張志誠 沈村子文教基金會的祕書長 童中白等人都有被約談對不對 可是最後這七個人 只有五個人 叫做什麼呢 被告請回 無保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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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顯然這五位人頭 也就是無保請回的五位 就是轉換成污點證人的這五位 所以現在整個金華城案 至少有六名被告 轉為污點證人 在這樣情況之下 柯文哲還能夠逃得過法律的制裁嗎 當大家都懷疑這件事情的時候 沒想到柯文哲今天一早選擇蓋牌 今天一早檢察官要提訓柯文哲 柯文哲說什麼 我拒絕出庭啦 這件事情很罕見 有媒體特別去訪問到資深檢察官 資深檢察官說這件行為叫做聞所未聞 所以還記得我們的標題嗎 我們的標題寫得非常非常清楚 鐵證如山 民眾黨真的要蓋牌了嗎 所以如果當民眾黨選擇在司法上蓋牌 阿伯還逃得過被起訴的命運嗎 甚至現在還有兩個關鍵的人 一個叫做朱雅虎 一個叫做李文中 朱雅虎跟李文中 現在有頂傳媒的獨家說 朱雅虎的部分是什麼呢 是做行賄的 而李文中的部分是什麼呢 利用各種民意把錢從黨固搬出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李文中的積壓理由書裡面 特別講的叫做背信罪 最近台派的法學素養又增加了 原本了解土利罪完後 現在要跟著了解背信罪 背信罪就是亂用私人公司 或私人法人私人團體的錢 就叫做背信罪 所以李文中如果把木可的錢 把什麼新故鄉基金會的錢等等的把他搬出來的話 那這個就叫做背信罪 很有趣的事情 細節在這邊 朱雅虎被羈押的理由 他裡面竟然寫說什麼呢 朱雅虎被羈押是因為犯貪污治罪條例 第十一條第四項 第一項對公務人員違背職務行賄罪的罪嫌 昨天我有會非常非常懂法律 老大哥特別特別提醒我 正好你仔細看 朱雅虎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十一條第四項 跟十一條第一項 十一條第四項是關鍵 他在法律上稱之為白手套條款 表示朱雅虎行賄的那個對象 非公務人員 他很有可能是一個不具公務人員身分的人 可是我給他錢 是為了要向行賄對象的背後的那位公務人員來行賄 所以這在法律上被稱為白手套條款 所以朱雅虎對白手套行賄 那這位白手套究竟是誰 是李文中嗎 那這位白手套背後 這位所謂的終局行賄對象 白手套後面的那位公務人員 是柯文哲嗎 如果是柯文哲的話 柯文哲逃得過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的罪行嗎 甚至周刊甚至還證明了 今天除了USB有所謂的審慶金 血線小審一千五百萬之外 周刊還說這個USB也被檢方破解了 這個檢方破解完後USB裡面 還有什麼呢 同一時期正在參選的新竹市長高宏安 以及桃園市長賴湘林 所以如果連高宏安 連賴湘林都在這個USB裡面 這個USB已經不是民眾黨嘴巴喊 剪掉泄密可以遮嚴的 這就像是個潘朵拉的盒子 它會打開 它一旦打開 對於民眾黨來說 會是毀天滅地的攻擊 所以這個USB裡面 到底還有誰在裡面被記載了 這個宛如死亡筆記本的USB 一旦在起訴書上裡面 被公佈民眾黨在台灣社會 還立足的下去嗎 這麼多記載的內容 今天節目都會討論 進入節目討論之前 現在介紹今天來賓 第二位是民進黨政論會主席長 王一傳 阿傳您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曾智希教授 范士比 范老師您好 大家好 今天晚上八點十分 我正在台北市的一個骨科做復健 骨科復健 哪部分的骨頭 尾椎 所以我們現場歡聲雷鬥 是 因為明天放颱風甲 對 負健師 教授 你的腰是跟那個買的一樣嗎 朱鴨虎 尾椎跟腰不同 有點骨科的故事 朱鴨虎聽小平書說 是在中國被打到吐血 所以才弄那個腰的 對 沒錯 我是運動傷害 運動傷害 范老師做什麼運動傷到腰呢 這個雖然我們是深夜節目 但我們不多聊好不好 再來是資深美人康仁俊 仁俊哥你好 再來是桃園市議員余北辰 余將軍你好 正好 大家好 再來是民進黨台北市議員 簡蘇培 蘇培姐你好 正好 大家好 再來是這個黑心律師 不是啊 不是啊 職業律師 劉韋提 劉律師你好 正好 大家好 因為劉律師每次都會給我們 非常獨特的法律見解 劉律師會說 如果監視柯文哲的委任律師的話 他會如何幫柯文哲辯護呢 晚一點我們來聽聽劉律師的分析 再來是國民黨新北市議員周翔平 大家好 我們剛剛一開始特別說什麼呢 現在週刊報導 對不對 有多少人 有六名被告認罪 這六名被告裡面 其中一個叫朱雅虎 對不對 五個人頭都見無法抵賴 坦承犯刑 如果有六個被告認罪的話 柯文哲還逃得過一劫嗎 所以現在看起來 民眾黨要司法蓋牌了 不僅柯文哲今天檢方提訊 他不出面就算了 欸 竟然連吳一軒也不回應靜週刊內容 我們看一下今早吳一軒怎麼說的 身為被靜週刊認定為非核心的民眾黨發言人 我還是要再次的訪問靜週刊 請問在北檢核心的靜週刊 這些具體事證消息來源 是不是從北檢出來的 若靜週刊還沒有提出來 本黨不會再次回應 有如靜週刊這種科幻想說 欸 仁俊哥 真的蓋牌了欸 以前靜週刊講出來之後 民眾黨再怎麼樣 也寫個六七百字的回應稿嘛 沒錯 結果現在故事一二三四五 就只有五行 所以我不回應科幻小說 哇 這種事情也可以這樣搞對不對 可是總而言之也總之 你也跑社會新聞跑非常非常久 你也看到非常多社會新聞 欸 阿伯今天不願出庭欸 你有看過這種事情嗎 我跟你講真的這件事情證明了一件 只有柯文哲可以超越柯文哲 對 原本是問訊到一半說我要回家 然後被當庭逮捕 現在都已經逮捕還可以不出庭 所以上一次是我要回家 這一次是我不出門 對 我看你能把我怎樣 那我講實話 因為這一次是這個臺北地檢署 也把他第五次的這個提訓柯文哲 那我也必須講 就是因為記者都都會先知道 就是說要提訓或是好 不是大家都會守在那個小獎人 在那個球車道那邊 等著等著等著 阿伯就沒有出現了 就傳出來講說柯文哲是拒絕 那我覺得拒絕了這件事情 你掃寫了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因為檢方後來考慮到了 考量柯文哲的身心狀況 配合意願滴 我跟你講 配合意願滴是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今天真的找你來傳喚 我找你來提訓的時候 你什麼都不講 老實講對我來說也沒什麼意思 因為你都是不講 我最後還是寫那一句 這個被告叫這個這個肩不吐石 肩不吐石 服務院承認 可是因為他後面 你看到媒體記者寫了一句就是說 有考量到他的身心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希望柯文哲 現在身心狀況是好的 他身心狀況好的很 他越關頭髮越黑 你沒注意到嗎 他每次進去都拿著手銬抬頭挺胸走進去 沒毛病啊 就是因為之前都是好的 突然今天告訴你說 你以為檢方沒有去想一下 你為什麼不來 你是跟我繞進去嗎 所以為什麼會跑出一個 就是說衡量柯文哲現在的身心狀況 是發現有六個人 背骨了變成五點震的心太崩了嗎 所以你看就有資深的檢察官就講說 如果檢察官真的想問案的話 他有開提票嘛 那開提票基本上 他其實是有強制力的這個狀態 結果他沒有 被告因故拒絕出警 其實從來沒有遇過 溫所未聞 所以我就講只有阿伯能夠超越阿伯 那現在到底是說 因為這個這個已經有多了好幾個 這個被這個他們承認說 我確實有這個犯下犯行 還是柯文哲其實 我老實講 我覺得另外一種可能性也有 因為柯文哲可能常常千言不對後語 他搞不好也忘記了 前面自己到底針對哪些事情 做過些什麼話 所以就回來看 民眾黨的這個犯人叫做吳怡軒 吳怡軒老實講 你剛剛今天講這段話 我其實覺得重點都不在那裡 重點是什麼 他重點在講這個 身為被鏡週刊認定為非核心 他拍戲 鏡週刊上次講他非核心 他這次被回應了 我真的必須講 就是說柯文哲做很多的事情 老實講 人爭一口氣 佛爭一柱鄉 佛爭一柱鄉 吳怡軒還有唱那一口氣嗎 不是 發言人要爭就是要爭核心 被人家講說是非核心 那你們民眾黨誰是核心 出來聊一聊 這就是問題你知道嗎 我覺得真正核心 只有柯文哲自己一個人 但是現在是多核心 電腦有雙核心 Intel HD 多核心 那就變成多工處理的狀態 那現在問題來了 其實好像文軒這段話 意思就是他沒有要講 對 所以他就是 他還錄影片 對不對 那其實我最會說實話 真的也別錄了 別錄了 因為你們講的 老實講也不代表 這個也沒有代表 任何的這個代表性 哪有發言人鬧脾氣 拍信的 可是你剛剛講說 這個多核心或多工 真的你看像學姐黃靜穎 他就出來講說 因為他真的很關心阿伯 他說你看柯文哲拒絕 他說你這樣重複提案 對當事人帶來極大的心理負擔 他到底有沒有法律素養 你都被羈押了 你每天除了打坐 就是被提訊 請問你心裡有什麼負擔 不是啊 被告 檢察官當然要給被告 極大的心理負擔 他才會講 這是一件事 就是大部分 這邊有律師 大部分的犯人被羈押 不是犯人 就是嫌疑人被羈押 每天就是靜坐 對不對 被提訊其實算蠻開心的 蠻開心的 所以他的目的 是在做一個 跟他的小草做一個政治宣示 我放棄我出去的權利 我是個政治犯 我是個良心犯 是 因為大家都想不想去被提訊 想啊 開始吹冷氣對不對 可以吹冷氣 可以看看外面的風景 坐球車 可以看到土城那邊金城路 有雞肉飯 可以吃便當 可以吃麵包 是不是開車搜索 我看吃不到的 我今天阿貝 我放棄這樣一個權利 我做無聲的抗議 我要跟慢的拉一樣 我要跟劉曉波一樣 這個還就像另外一個 就是他要告訴小草 我今天精神狀化 是被誰折磨出來的 看人是被騙牆官 他會折磨成這樣的 所以他今天就要跟小草 做最後的政治宣傳 這是柯文哲 他真正的目的所做 對嘛 可是問題是你看黃靖 講的話 蘭靖哥 這到底有沒有法律素養 不是你們這樣講 真的跟事實都不太一樣 為什麼你知道 柯文哲當時 他是不是拒絕上訴 拒絕上訴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什麼 我會全力配合 對 你又忘記了這件事情 柯文哲寫了個聲明 他說他會全力配合檢察官調查 希望檢察官誤網誤動 在兩個月之內結案 結果現在沒有 我不出去 對喔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躺在地上 我不要 他們又打自己嘴巴了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 現在你說要期待民眾黨的發言人 這些 我也覺得不要再逼他們 他們也講不出來原因 為什麼 很簡單嘛 你剛剛提到說 為什麼對柯文哲來講 現在有沒有一個心理的壓力 因為到目前為止 鏡週刊今天出了一個大獨家 叫做兩階段收穢 六被告認罪成關鍵 而且如果按照過去 北檢遇到這種 如果他沒有 他就會告訴你說 真的沒有 這跟我們是無關的 但這一次北檢其實沒有說話 但你回來看 他說這一次 已經突破了 沈慶清新婦 這個朱雅虎等的新訪 確認沈慶清 在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用七個員工當人頭 對 就這七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 這七位 而且你現在看得到 時間點都有 包含他的金額都有 對 那這七個人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而且我覺得更特別的是什麼 你知道 因為他們這些錢 現在看起來是捐給了 所謂的民眾黨 對 那你捐到民眾黨 民眾黨 他在二零二零年三月的時候 做了這些事情 密集對不對 當然大家看那個時間點 就是說跟你這個公文 來來去去有關 所以我就舉一個例子 我們要買房子 訂金要先付 是 簽約要付一筆 開工付一筆 對 然後你這個 這就是我講 這叫錢金 就是分期 起到基金 那現在問題來了 這一些 您剛剛提到說有五個人 對 五個人 他都坦承 坦承所謂的犯行 但你現在看起來 這些被請回 被請回 而且他其實都有 這個所謂金流這個狀態 那唯一只有兩個人沒有 一個叫威京集團 法務經理 程序員一百五十萬交保 然後金華的租賃的 這個所謂的監察人 張智晨兩百五十萬交保 那其他的 你們的犯行看起來都差不多吧 他們這有夠沒意氣 他們進去之前已經講好說 我都不要招 我們是一條船上的 絕對不能有人跳船 結果一進去 你看他是金華租賃的監察人 張智晨不招兩百五十萬 結果負責人給我招了 無保請回 叫他們有贏的小船就翻了 但是我真的必須講 其實你如果真的回來看 他們最有可能違反什麼 政治獻金法 就這幾個 如果就他的這個單純的狀況 因為按照他現在這個媒體的報導 是講說 他們說對 有 我的老闆拿三十萬現金給我 然後叫我們用個人的名義 這樣捐捐捐捐捐去 那違反了其實老實說 就是政治獻金法而已 五人向檢方供稱 奉公司長官要求 由長官給獻金 用員工自己的名義 匯款給民眾黨政治獻金 專戶 民眾黨已不二零一九年八月的時候成立 突然 隔了半年左右 阿伯你們今天這個錢 居然就洞到了民眾黨的那個帳戶 裡面去奉長官要求 所以我就講民眾黨發言了 你現在期望他講什麼 是 他們前面都切割得很乾淨 突然發現到不對 有什麼好幾筆錢 跑到我們自己的债戶裡面來了 是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甚至來說有人離開地檢署 打電話回家報平安 說 我跟你說我沒問題 而且有跟檢察官認罪 不會被壓 我也老實講 因為你們涉犯了這個 如果講一句 他打報平安 我們已經轉五點證人 有 他裡面有講 已經向檢方認罪 不會被壓 將來可爭取當五點證人病患心 已經講了 我跟你講 他們這個這幾個人 太沒意氣了吧 還有一個 即使他要轉五點證人 我覺得那個趴數也不會太高 為什麼 他們是最末端的 那個就是拿錢轉過去了 所以有沒有這一些 老實講 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說 他現在比較大的問題 其實這樣 就是說如果我們看精華城 這個案子分兩條 對 一個是審慶經的這一部分 這是商界的部分 所以審慶經到朱雅虎到裡面幾個人頭 這邊全部都齊了 對 這邊其實老實講 商界的這一塊有了 那對政界的這一部分 就柯文哲領軍的這一批 柯文哲到目前他吃一個東西 是 因為我以下的人 並沒有任何人出來咬我 說對 就是柯文哲叫我做的 就是叫我蓋章的 叫我開後門 沒有 所以大家就會回來看說 現在這一個一個進來 因為李文哲的對口 其實是朱雅虎 對 那如果朱雅虎在這個部分 他都已經坦承了 對 坦承也被收押 對 那我覺得基本上保護他的狀況 比較多 是 那問題來了 你們兩個在不同商跟政的部分 朱雅虎這一塊跟你平行的 朱雅虎認了 那你李文哲認不認 你李文哲現在要認 你要認到多大的趴數 才會讓檢察官認為說 我就知道 朱雅虎都說你有收了 李文哲認就得把柯文哲咬出來 才有意義 你講到重點了 他就必須要再往上拉 讓檢察官覺得說 我在案情的偵辦裡面 有更重大的突破 對 所以這才是柯文哲現在拒絕 在音訊 對 你有沒有發現到 你拒絕沒有關係 檢察官衡量你的身心狀況之後 覺得你可以不用來 他馬上約談李文哲 今天就約李文哲了 他換他把李文哲做找去了 李文哲昨天被押 今天就約李文哲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 所有的這樣一個金流的部分 我認為檢方大概都掌握了狀況 可是回到的就叫做對價 對 因為如果你沒有對價 金流的這一塊 你頂多就只能講說 對 他就怪怪的 他又幹嘛 這些對柯文哲來講 我覺得那才是他內心的壓力 好 忽然先生 冷靜哥 請冷靜哥回到問題上 今天我想問劉律師 現在狀況是假設這是一個行賄 約下還沒確定 對不對 他有個行賄的列 比如從審信金到朱雅虎 到五個人頭現在認罪 接著就會講收賄鏈 收賄鏈過來可能就是李文哲 或是政治獻金或是柯文哲 李文哲現在狀況是這樣子 朱雅虎 這是一個獨家 是林川美術家 朱雅虎任用七個人頭 兩百一十萬付政治獻金 沒錯 李文哲是什麼呢 北檢懷疑李文中利用各種名義 把錢從黨庫轉出去 他在幹嘛呢 他可能是白手套 他可能是負責搬錢那個人 所以他有背信罪 而律師你說關鍵在於朱雅虎的積壓理由 朱雅虎的積壓理由 寫得非常非常清楚 被告朱雅虎經訊問後 坦承申請書所者犯刑 這邊就我們直接講了 他已經轉五點了 可是他說什麼呢 朱雅虎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十一條第四項 十一條第一項 怪我們之前不管看審慶期的 積壓的裁定理由書 柯文哲的積壓的裁定理由書 沒有寫這麼明白 只寫貪污治罪條例 沒有寫第幾條 第幾項 可是昨天有個司法界的朋友提醒我 十一條第四項 就是所謂的十一條第四項 就是白手套條款 指的事情是朱雅虎涉犯 把錢給一個白手套 像這位白手套後面那個 B boss大老闆行賄 哇 那這白手套是不是李文中啊 劉律師 我當然剛才如你的邏輯所想 我也想是李文中 可是後來我看了 李文中自己在積壓的理由 是直接寫說 他是自己 李文中是自己涉犯 違背職務的收賄罪 他自己就違背職務 因為他李文中當時候好像是這個柯文哲的辦公室主任 對 所以可能他當時候就具有公務人員身分 是 所以正好你講出了另外一個問題是 還有一個白手套 對對對 有沒有還有第三個人跑出來 可能還有另外一個白手套跑出來 因為就你所講的沒有錯 的確 朱雅虎設辦的這第十一條第四項 上面寫的就是你去行賄的人 這個收賂你會 本身也不是公務員 那為什麼要行賄不是公務員 因為這個收賂錢的人 後面還會拿給一個真正的公務員 所以就會符合這個白手套條款 所以可能後面還有一個人 等一下 所以這個意思是有玄機的 朱雅虎積壓理由是說 他行賄一個白手套 讓白手套去拿錢給後面公務員 這後面公務員最大就是所謂的柯文哲了 對不對 可是有個白手套是誰 我們不知道 沒錯 所以在這個點上 可能還由待檢方再去調 是 對 那另外我也跟這個正好 我跟觀眾也說明一下 就是說以目前這個案情的發展 可能絕大部分觀眾說 朱雅虎認罪了 可能柯文哲就完蛋了 但是實際上面這個案情 如果我們從法界來看 我們講說如果今天要是一個貪污案件 很重要兩件事 一個要有金流 對 一個要有期約 約定好 金華城你過多少趴 我給你多少錢 錢金後卸多少 但這一段到目前為止 沒有具體的看到 還沒有嗎 不知道朱雅虎的認罪有沒有認到這一塊 我不確定 是 只是我自己看 就是說其實這個案件 檢方查到目前這個程度 也是我們一般想像可以想到的 就是當柯文哲 不管你什麼原因 你幫金華城幹了這麼多事 我是威京集團老闆 即便我沒有跟你約定 我也會感謝你 多少給點回饋 只是問題就是在 有沒有所謂的前金後卸 就是說 我有沒有事情 還沒幹的時候 我就主動捐款給你 因為現在這七個人 被抓到時間也很尷尬 是還沒有過的時候 你說這七個人 我就給了兩百一了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四號 三月二十四號這個時間 我就開始過這個錢 所以這個時間點 的確讓人家很懷疑 到底為什麼在這時間前要政治獻金 而且這也不是選舉的時候 你突然政治獻金 難道你審慶金是主動示好嗎 雖然你沒有跟柯文哲期約 但是你就主動去給他示好 錢金 類似這樣子 但是這個就有待 簡幫必須要真的抓得到 例如說我朱雅虎 我得到審慶金的訊息 就是告訴我 我這時候要執行這件事情 而且柯文哲是知情的 對 所以如果這一段 簡幫沒有辦法拿到證據 我們只能說 那就是一個企業家 對於一個政治人物 特別的 特別的友好 特別願意主動做一些好事 但是當然或許 只是說我們沒辦法說百分之百 就是如果有這種客觀上面 就看起來 錢金你也給錢 後線你也給錢 雖然抓不到真的有對價 有的時候法官也會覺得 這看起來就是有 只是推論而已 是 推論說是有 沒有一個直接證據 但通常我們貪污案件 都要有一個人直接的出來講 就是一個白手套被抓的自白 劉律師講的重點 就是整個貪污案件 需要一個白手套 要很明確的指認 我什麼時候給他錢 給他目的是什麼 可是時間關係 我們就完廣告 回來我們讓劉律師繼續分析 為什麼今天柯文哲 竟然放棄 我不要被檢察官提訓 這件事情太詭異了 柯文哲真的放棄掙扎了嗎 我們就廣告 來去討論 歡迎回來 新台北下線 今天的節目沒有極限 我們剛剛請劉律師 特別分析 分析什麼呢 任何一個被羈押的嫌疑人 檢察官叫你問你 哪敢不問 為什麼 我希望什麼 檢察官 我趕快解釋 我把我跟律師討論的工房 我跟檢察官講 問問沒事我就可以回家 就柯文哲今天幹嘛 拒絕提信 這是資深檢察官都說 從來沒有遇過 聞所未聞 這真的是代表柯文哲 放棄抵抗嗎 還是戰術迴避 因為昨天爆太大了 所以我先緩緩 趕快跟律師看看狀況呢 我倒不這麼想 這樣子講好了 如果今天柯文哲真的害怕 朱雅虎認罪什麼 很害怕 我跟你講 今天一定乖乖的去 頂多就是去保持沉默而已 絕對不會說我不會去 我反過來覺得會是 你每次都問我一樣 檢察官你每次都講那些 跟我事實不一樣 所以我根本不想去 因為每次去我就說 沒有 阿伯說要遺棄了 好 我們再回過頭來講 假設柯文哲 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跟你講 檢察官也不是省油的燈 下次一定就是強制 居體你去了 因為他直接就是硬把你提來了 那我們有一些人 一些想法比較有趣 就是說會不會柯文哲開始 精神也出現狀況 是嗎 就跟扁案的阿扁先生一樣 再來開始就是現在死刑 不是說精神病就不用判死了嗎 你說阿伯有可能假裝自己身體不好 這我們不了解 我們只是說 如果阿伯真的來一個 我精神的狀態 怪招 這怪招 我們不能想像 因為今天這個科案 其實開到現在 很多事情都是我們前所未聞 是 包括什麼限制月券 剛好阿扁醫療團隊 現在也在民眾黨 以前科就是阿扁醫療團隊 你忘了嗎 就是最主要的醫生 所以我們不只是說 有這個可能性 不代表會是這樣 後面看就知道了 因為你今天派信的 也就一次而已 你不可能躲過第二次第三次 而且後面你想再這麼做 檢方不可能同意你 所以這部分我倒覺得 可以想像或許是一次性的 那後面除非科針的精神有問題 是 那另外一個 我要再講另一個 就是今天有一個人身體很有問題 誰 沈慶晶 沈慶晶 對 沈慶晶他二次保外就醫 今天第三次改 改什麼呢 要長期住院 他改長期住院 他開始辦住院的手續了 等一下 檢察官不是都不准他保外就醫嗎 對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裡是不是有貓膩有問題 他招了嗎 為什麼沈慶晶可以改成 或許真的身體的因素 他只能長期住院 不知道 我們之前就講 上週三 沈慶晶被問了十個小時 下午一點三十五分進去 凌晨十一點多快十二點才出來 問完十個小時後 禮拜十一天檢察官在寫所謂的G票 申請搜索票 禮拜五就繽紛二十九路 抓了十六個人 接著禮拜六 禮拜天 禮拜一到禮拜二 整個半徑都火緊噴噬的爆發 我們那時候就說 沈慶晶可能招了 招完後檢察官可能就讓他長期保外就醫了 對 因為這個部分確實是這樣 我們如果今天被告在地檢署再押 他就屬於檢察官的人 是 基本上即便法院都會尊重檢察官的意思 所以像你看嘛 為什麼律師一直申請保外教醫 法官不是否決是放在那邊不動 也沒有準也沒不準 為什麼 因為檢察官沒點頭 是 那檢察官為什麼今天 因為這個讓他可以住院 也是檢察官決定的 他同意就可以了 所以為什麼他可以住院 我們也懷疑說 因為一住院開始後面 我說真的 你要問 住院就舒服了 有冷氣了 有冷氣了 有床可以睡了 還有白色的床單 床下面是鐵床 上面還有軟綿綿的床墊 還有枕頭 不用再睡地板了 我就知道這段範老師要出生了 不用睡地板 不用用臉盆吃飯 還有好吃的食物都來了 好吃的食物 還有水果可以吃 舒服 在法律上更大問題就是 那怎麼問審慶慶 你想想看未來怎麼問審慶慶 就檢察官去醫院找審慶慶了 很可能要這樣 或者是檢察官覺得 我該問都問完 我不需要再問你了 你就好好休養吧 所以這個後面我們大家 我們要觀察 如果真的審慶慶保外就醫成功 表示他可能土漏了非常多 讓檢察官買意的資訊 對 所以很有可能案情會再有更多的發展出來 是 那其實這個案件 真的只要審慶慶 願意供出 我到底怎麼跟柯文哲允諾 怎麼樣的條件 所以我透過怎麼樣人頭的安排 給這些錢 其實這案情就結案了 所以今天我們 欺騙柯文哲一直否認也沒用 等一下 你說審慶慶這個案子 大家不要囉裡八說 你再多什麼證據 只要審慶慶招就結束了 就game over 沒錯 因為他就是行賄者 所有的核心都在他手上 對 那我本來想說 朱雅虎已經認了 應該朱雅虎的證詞 他的筆錄的公訴 會拿來對應審慶慶 對 讓審慶慶也不得不認其他的東西 但搞不好是審慶慶先講完 才不得不朱雅虎認 是 或許是這樣的結果 那如果是這樣的結果 那其實後面跑起來就很順 因為整個所有相關金流 應該就都會跑出來 因為金華城的帳策也被扣了 沈慶慶現在只是我嘴巴告訴你 為什麼這些錢在這時間會出去 是因為我怎麼跟柯文哲允諾 是 如果有這些內容 那這個案子就算柯文哲否認 沈慶慶還是會 咬的證詞 還是讓法院會相信 非常謝謝劉律師分析 放肆你要講什麼奇怪的事情 沒有 小平哥昨天會讀唇語 他發覺沈慶慶的吹口哨 對 對不對 對啊 沈慶慶昨天還被踢爆 他身體好得很 還會吹口哨 不只吹口哨 吹口哨表現什麼 心情愉悅 心情愉悅 小朋友 小便 你說沈慶慶的愛歌是什麼 沈慶慶的愛歌 給你一個吻啊 所以果然吹著口哨去 給我一個吻 那可依不可以 這個是上海風 以前你知道 那個陶鑽語言之前的那個 下場今天又坐在那個閉床上 唱首歌 沈慶慶可能現在正在看我們直播 他辦住院 他現在可能正在看直播 辦住院就可以看到新台派了 不然在裡面只能看台灣第一友 這個東西真的差太多 怎樣 沒毛病啊 因為首題電視啊 對不對 只能看全國第一友 我確定過 我今天收到台中監獄的受刑人寄信給我 他說 我們我們的同寢室的 同事友 同學 同學 每天晚上 等一下 你不要跟我講 每天晚上都看全國第一友 我幫你丟出去 都在看民視台灣最前線 你在山林跟我講這種話 還是賴夫 他就給我 他就說我們有一個 陳情的案子 代表在裡面真的 他們吃可以看電視的 好啦 我們趕快讓沈慶慶出來 你準時收看新台派上線好不好 新台派上線比較精采嘛 為什麼 因為狀況是這樣子 今天除了所謂的鏡週刊 有所謂的這個 剛剛講這個 這蠻精采 所謂有五個人認罪之外 還有一個新東西 USB 原本這個USB 民眾黨是從上到下激烈反應 因為這個USB的故事是這樣 是鏡週刊跟三立新聞的記者同時踢爆 阿伯有個USB 裡面有帳策 帳策寫的 審慶慶慶 斜線小省15001 那個時候民眾黨就硬拗說什麼 沒有啦 那1500是時間 跟觀眾朋友可能還記得 我曾經說過裡面還有政治人物 對不對 我們的記者也說裡面還有政治人物 沒想到今天被踢爆了 裡面寄來有誰 有所謂的賴湘林 還有高鴻安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報導 2022年地方大選 高鴻安代表民眾黨參選新竹市長 柯文哲請全力拉臺宣示 最終高鴻安殺出藍綠包夾 成功當選新竹市長 當時高鴻安申報收入約兩千兩百八十五多萬 難不省著其中有部分來自魏晉集團嗎 因為週刊爆料指出 柯文哲隨身USB不只記錄小省1500 同時期也出現高鴻安相關支出 但不只高鴻安疑似出現在USB中 當時同樣代表民眾黨 角逐桃園市長的賴湘林 選舉收入六百三十五多萬 現在也被週刊爆料 課問著USB的出帳名單中 也有賴湘林 也令外界質疑 高鴻安賴湘林的選舉收入 是否有疑慮 而探開兩年的政治現金收支集算表 來自黨莊的部分分別是三百萬漢 一百一十萬 請問金周刊消息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證據拿出來之前 民眾黨不會回應金周刊 科幻少說相關的情節 賴湘林透過臉書嚴正博弑 強調民眾黨的確有撥款一百一十萬 作為選舉經費都有如實申報 從擔任局長立委到參選公職 均與威晉集團無任何接觸 目前雖已無涉任何黨公職事務 至今仍未違背初衷 稱補風桌影是台灣邁向 正常化國家的惡性腫瘤 叛各黨派戰職人物 與熱心公眾人士盛思 專項如核待 檢調釐清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 對 所以這件事非常非常奇怪 這個USB 民眾黨是從上到下都反對 說絕對沒有 甚至還逼著北檢 去啟動所謂有沒有泄密案 可當然最後調查證明沒有泄密 可是實務上這個USB真的存在 除了有審慶經一五零零之外 剛剛報導特別講了 還有賴湘林跟高喉安對不對 這時候要看民眾黨怎麼解釋 賴湘林自己說什麼 說對啦 我是有啦 但是我是一一零啦 請問如果上面寫賴湘林斜線一一零 你還在凹是時間嗎 請問一一零是凌晨一點十分嗎 誰會約凌晨一點十分 還是一一零是下午一點十分 那為什麼一五零零是二十四十字 你到賴湘林就變十二十字 所以這件事情 隨著這個USB的內容越來越多 它會變成一個潘朵拉的盒子 它如果打開會不會發現民眾黨裡面臭不可聞呢 時間關係 今晚廣告回來我們好好分析這個神秘的USB 歡迎回來新台北上線 喜歡節目沒有極限 余湘君 這段誰一直有個懸案 什麼懸案呢 到底USB存不存在 裡面有沒有一個Excel檔 裡面有沒有審信金斜線小省一五零零萬 白銀是請朝而出的 攻擊說沒有這件事喔 有趣的 你們再攻擊嘛 原因是什麼 今天有更新的訊息了 鏡周刊說USB記載高歡跟賴湘林 裡面有什麼呢 除了有審信金二零二年十一月一號的一五零零之外 還有桃園市長賴湘林的候選人 以及新竹市長候選人高歡也在裡面的余湘君 看來柯文哲不是一個會保守秘密的人 看來柯文哲是一個會穿小鞋的人 行賄最怕會行賄到會記帳的人 我告訴你以前我們在軍中 阿兵哥口袋都有一本勝利 小小一本賣相成功賣相勝利 鱷魚皮的 我告訴你我們最怕這種阿兵哥 他都打小報告 沒事 連長今天幹了什麼記錄 明天佛校長幹什麼記了起來 等到退伍的時候 天啊內本拿出來 我記得你好多 這種病很可怕 柯文哲就是像這樣子 他是科技紀錄 他不用小本子 不用奮鬥也不用成功 用ecell檔 用USB 所以柯文哲記不記得他在外面自由活動的時候他講說 哎呀 現在檢警 又拿我的資料在裡面做文章 柯文哲一直一開始沒有被羈押 對 他出來活動自由那兩三天 一直抱怨他的硬碟被拿走了 我的硬碟東西被拿走 哪裡面都在講故事 我不知道他編什麼故事 為什麼 他有把握 對 就算你看到你也看不懂 怎麼會 我裡面都是摩斯密嗎 我裡面都是科事一路 小沈150誰看不懂 他認為人家都看不懂 可是呢 百密一書 對 再聰明的人總有輸漏的時候 為什麼 太會算 是 你跟小沈算150就算 對 你跟賴湘林 你跟高鴻安算什麼 對 你連給高鴻安多少 給賴湘林多少 都寫上去 是 所以你150你不能再拗了 記不記得 檢察官問柯文哲說 1500是時間的話 你當時不是在跟里長見面嗎 對 我改時間了 對對對 一秒講 對 所以柯文哲已經 他已經認定這是時間 對 那如果檢察官問 那100是什麼 因為賴湘林今天被問到這件事 硬著頭皮回應 賴湘林澄清 10萬4選舉經費 對 因為柯文哲並不知道 有人問過賴湘林 賴湘林成了有這條錢了 當檢察官如果再問他 那1500是時間 那110是什麼 110是瞎毀 110是半夜一點鐘 那完了 完了 柯文哲半夜1點10分 跟賴湘林幹什麼 不要啦 賴湘林是個勞權運動的 我覺得還蠻尊敬他的 而且至少寫0100 對 寫時間是0100 那就算 0110 我告訴你 那個柯文哲一定會講 沒有 我是寄0100 但是以銷檔會把0給消掉 動搖搖動 所以就變成 可是賴湘林已經說了 這是110萬 是 那既然這是110是110萬 那1500為什麼是時間 賴湘林承認了 承認了嘛 所以我才講 柯文哲是一個會穿小鞋的人 不是那些小丑 不是都光屁股了嗎 糟糕了 潮水都退光了嗎 糟糕了 原來柯文哲的1500是時間 110是金錢 是110萬 講不通嘛 對 所以柯文哲怎麼辦 只好身心狀況不佳 在裡面好好想事情 各位柯文哲再出來 會不會白髮又出來了 我不知道 為什麼 想不通了 告訴大家 這些事情 都是有魚骨圖的 我們在軍中演習 要有魚骨圖 原來柯文哲做事 也是有魚骨圖的 你是說 從2020年3月10號 印小微便當會開始 對 一路跟陳佩琪的 就是不斷的領錢存錢 領錢存錢 有巧妙的結合 這不是巧合 這是安排的很合 是 你看看 從便當會開始 這是印小微的便當會 3月10號 馬上 3月24號到26號 因為這一張公文出現 對 這一張公文出現 啪啪啪 210萬進去 210萬 這七匹狼 看來有五個不敢滾丁床 對 馬上糟了嘛 對不對 說我不要跟 鍾小平洋滾丁床 我糟了 那現在 這一些錢 從3月26號 時間關係 我們出個片頭 六秒鐘之後 我們回來好好討論